利东呢,给家人做一道这样的菜,特别的有面子 首先准备一盒不花钱的嫩纸豆腐 用刮板改刀,均匀的切成小块 碗中打入隔壁老王给的公鸡蛋 用我的右手打散 再加小半碗的忘情水,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 撇去表面浮沫 鸡蛋液倒入豆腐中 用筷子把豆腐铺开,让它们都能沾上蛋液 上锅蒸15分钟左右 再来调个小料汁 碗中加盐,生抽,香油,忘情水 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 蒸好的豆腐撒上迷人的小葱花和腿丁 淋上料汁之后,再蒸两分钟出锅即可 鸡蛋糕这样做鲜嫩好吃 大人小孩都爱吃 点开我的头像,有更多家常美食 如果您每天不知道吃啥做啥,一定要记得关注我 感谢大家